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的义 人称后义 因为他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到大禹建立了下朝后 当时的王的尊称里依然有这个后字 比如说 下朝的第二个王 其大禹之则起 便被尊称为下后起 可见 后字一直是一种尊称 所以 皇帝的女人将代表至高无上的皇字 与代表尊敬的后字连在一起称呼 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当然 咱今天要讲的这个女人不是皇后 但其尊贵之处亦与皇后无二 据史料记载 在川修战国时期 楚国有个王 叫楚考虐王 此人于公元前262年登上王位 共作了25年王 在这25年间 他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生孩子 但不知道为啥 女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她就是生不出儿子 这可击坏了楚国的大臣们 其中有个叫黄蝎的 那更是急得不行啊 瞧啊 此时 他的妻子李婚正好怀孕了 黄蝎看着妻子的肚子 突然想到了一个注意 他找到自己的小舅子李源 说我想把怀孕的妻子送给天子 反正李婚才刚刚怀上 肚子还不明显 等进了宫 楚王家庄宠信他一次 到时候不就可以明正言顺地 生下个太子来了吗 到时候 楚国有了继承人 老百姓也就安心了 而我们呢 帮楚王解决了这么个大麻烦 自然也是功劳一价呀 到时候 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李源一听觉得 靠楚于是与黄蝎商量了一些细节 两人一计而行 据史料记载 在黄蝎的努力运作下 妻子李桓成为了楚王的女人 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医子 也就是后来的楚游王 不过 此事毕竟是个见不得光的大事 所以 几个当事人李桓 李源和黄蝎的心里 都有点抬特 李桓此时是太后 自然最不愿此事曝光 于是 他便与兄弟李源商量 嘉义以举办宴会的名义 招黄蝎入宫 然后 让人做伪证 说黄蝎与秦王有书信往来 直接在宴会上就将其逮捕 楚游王自然是听太后的了 就下令把黄蝎给杀了 各位 百姓乃知道内情啊 他们只看到老好人 大忠臣黄蝎 无缘无故被杀 便说 他这是遭了无望之灾 从此 无望之灾这一成语开始流传 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